大家好,我是雅兰,今年23岁,来自山东青岛,主持人好 我今天来呢,是想像两年前被我放弃的前男友杨阳告白 为什么这个男人被你放弃了,现在你又来向他告白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人 然后我想跟他说,杨阳,我爱你,我再也不会放弃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来说一下怎么回事 杨阳,他是一个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小伙子 可是我们在一起没多久,我发现他身上有很多毛病和缺点 让我特别不能容忍 什么问题 比如说,他没有责任心,没有进取心 还有就是他特别特别的不成熟 但是跟他说了很多次之后,他真的都没有去改 所以当时就很,也很难过,也很痛心地跟他提出了分手 然后两个月前,我和他又一次重逢了 当时是我和我那会儿的那个男朋友在一起吃饭 你后来又找了是吧 对,我后来又找了一个男朋友,叫袁庆 然后我当时跟男朋友吃饭的时候,我碰到杨阳 我发现他变化特别特别大 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变化 真的让我特别眼前一亮 他现在开了一家小公司 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也算是有自己的成就 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男人就真的是变了 真的是变得像我理想中的那个完美情人 然后我觉得我对他的那份激情,那份爱又重新地找回来了 所以我就跟当时我的男朋友提出了分手 那我想请问一下,他变好了,你有功劳吗 变好,我觉得是因为我 因为你啊,为什么 两年前我跟他分手的时候,他特别痛苦 他打过电话跟我说,如果我不跟他复合的话 他就有什么自家的倾向 所以我就把他约出来,我就跟他说 除非有一天,你真的能做到成长 你真的有责任心 你真的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你在体面的回来找我 然后在上次我问他,你是因为我而改变的吗 他告诉我是的 那如果没有遇见杨阳的话,你还会跟袁庆在一起吗 我就是想找信中的那个完美情人,就是这样 我没觉得有什么就好像很诧异的样子 你心里很强大,我不行 我觉得我的原性 你就是说起这个分分合合的时候,你脸上很平静 就像在超市里面,挑完这个,挑那个,挑完这个再挑那个 我就这种感觉,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人不可以太贪婪,也不可以太自恋 有个成语叫建一丝千,知道吗 有可能是杨阳有给他再次相逢时候的暗示 我们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有可能是他让这个女孩又燃起了希望 又燃起了他心目当中 那个对他原来前男友的一点点的爱 问题是他应该燃起吗 他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了好吗 如果随随便便,谁都能这样燃起的话 那婚姻啊,什么爱情啊,道德啊,我们全可以扔了 他就是骑驴找马,就是吃了碗里的,看这锅里的 你要不要就不是爱杨阳 西装隔离了,有了小公司了,有点钱了 你才爱 这个完全不可以归咎于物质上的问题 我自己本身在了一条件就还不错 而且我现在是有自己的工作 我就是想找心中的那个完美情人,就是这样 你追求那种完美情人根本就不存在 你看谁完美,比较一下 然后你就挑那完美的 这叫建议思迁,移情别恋 我们说一句非常实际的话 哪个女人不希望追求更高,更强,更好 而我们的这个亚兰呢 她心目中完美情人就是洋洋 但是她认为的完美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对不对,又高又帅又有钱 而且又要成文,又得懂事,又得有事业心,又得有上进心 这些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吗 这个就已经完美到不已经存在了 每个人都会有缺点,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缺点 她有缺点,但是她的缺点当时那个阶段是致命的 比如说她没有上进心 是问,哪个女人允许自己的男人没有上进心 还有一点,你追求完美情人 请回答我的问题 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觉得平平淡淡,重重融融才是真 如果每个人都每天奋进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社会也不太正常 所以我能这么揣测吗 您的爱人是没有上进心的爱人吗 我的爱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我们过着平淡的生活 和普通也普通不是一个概念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很喜欢过平民的生活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圣女 为什么她会剩下 就是因为她总是见一丝千 这山望着那山高 其实亚兰心中追求的完美情人 不是关于元庆,也不是关于杨阳 是她心中那个自己描述的画面 她在追求画面当中不断地迷失自己 什么元庆杨阳其实都是她的台阶而已 我们所说的逻辑问题是 你总是因为一个人的缺点而跟她分手 因为一个人的优点跟她结合 然后又因为一个人的缺点的改变 又跟她结合 这就好像成为了一种 成为一种什么呢 把自己当成一种买卖 这种买卖不是物质 而是对方的优点和缺点 事实是不是这样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你是因为杨阳而跟元庆分的手 这就有问题 你不尊重元庆 为什么你只要揪着元庆不放 我们就是为元庆打抱不平 怎么了 我就是不爱她了呀 不爱她还要跟她在一起吗 姑娘你是爱你心中那个 自己画面 自己创造的一个完美形象 无论她是杨阳也好 元庆也好 还是哪个庆 不是的 你是爱心中那个完美的那个概念 不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